請注意下一個關鍵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刺激的這條神經 TPR nerve 它其實是綜合了 運動神經和感覺神經 只是它們的 sensitivity 敏感度不一樣 感覺神經那條比較容易被刺激 運動神經那條比較不容易被刺激 所以當你去改變刺激的強度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不同的結果出現 譬如說刺激弱的時候 只會刺激到感覺神經 它會回傳到我們的脊柱側 然後傳給對側的這個運動神經元 造成我們所謂的反射動作這樣子 那反射動作呢 雖然它剛剛好像有回傳到脊柱脊髓的位置 但是它因為它不會透過任何在 中蘇神經系統裡面的神經元 所以它還是叫做一個反射動作 它只有牽涉到兩個神經細胞而已 看一下這個圖 雖然距離上面好像很遠 從你的腳到你的脊柱 然後又回到你的腳 但是其實它只牽涉到兩個neuron 兩個神經元 第一個是感覺神經從這個地方傳回來 第二個就是紅色傳出去的運動神經 OK 只有兩個neuron 所以它的速度其實是蠻快的 多快呢 大概是在幾十個minisecond 就已經完成這個動作了 這邊大概是五個minisecond 這個地方是 roughly 可能是40到45個minisecond 所以50個minisecond以內 就可以完成這個反射的動作 所以這樣子的時間其實是非常快的 相較於有意識的行為來講的話 這是蠻快的 OK 那再來的話 當你的刺激越來越強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去引發 不過我們現在想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說 在這個刺激比較強的時候 你會激發運動神經嘛 對不對 讓它去做收縮的動作 但是刺激比較弱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不會 但是這個地方刺激比較弱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刺激到你的感覺神經 有啊 比如說以第二個圖為例的話 因為它有reflex嘛對不對 是不是證明說 其實我是有刺激到感覺神經的 好 我要問的是什麼呢 剛剛各位有看到TBI nerve是 從腳的後側這樣 從上而下整個貫穿的回路嘛對不對 那如果我在膝蓋的後方 這邊做刺激的話 其實我就是產生一個動作電位 這個動作電位 除了會往上傳遞回去以外 理論上來講它應該也會往下傳遞過去啊 因為電性的改變 在這個地方產生一個電位的改變 製造出了動作電位 它應該會往兩側去移動才對啊 它會誘發使得附近的細胞膜 神經的細胞膜電位 產生一個稍微的波動 那只要超過了我們的threshold 就會製造出動作電位 這個動作 這個行為應該不會受到 神經的位置在上面或是在下面 在你刺激點的上面或下面 而有所差異 如果大家可以接受我這個論點 換句話說 它除了回傳回去的話 它應該也有往下傳啊 既然有往下傳 為什麼我這邊收不到訊號 還是說我剛剛說的是錯的 它其實不會往下傳 我說為什麼在這個地方我收不到訊號 如果你的感覺神經會往下傳遞電刺激的話 動作電位的話 為什麼我這邊看不到 給各位一個提示好不好 我今天如果感覺神經真的被刺激到的話 我們先不用管那個 就是到底有沒有成真的問題 我今天感覺神經如果真的被刺激到的話 你收得到嗎 請問一下你現在收的是什麼的訊號 Muscle 你收到的其實是 肌肉的收縮所產生的電位改變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比例 它的訊號強度 它其實是在 mV這個Scale的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刺激到的是神經 神經還埋在肌肉裡面 距離可能會更深一點 然後它的訊號強度 傳到皮瓢的時候 可能只剩下10個mV 我們剛剛有看到嗎 或甚至不到 所以就算有刺激 請問一下你在這個圖表上面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 你沒看到並不代表真的沒發生 是 這裡的尺度是差很多的 這邊的重坐標 是你要觀察神經電位的 兩個維度到三個維度 兩個數量級到三個數量級以上 OK 所以你看不到那個東西 這樣可以齁 所以各位 你會注意到一點 就是那個 坐標的大小真的還蠻重要的 它其實也會告訴你說 你今天量測的東西 到底是怎麼量的 在哪裡量的 OK 順便提一下 剛剛有一個同學問得很好 就是說 他提到了我們上禮拜在講動作電位的時候 當你今天產生動作電位的時候 細胞膜內外的電位差會到 它的變化會到幾十個到一百個mV 從你的Resting State到你的Action Potential的Peak Graphic可能到一百或甚至超過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看到的訊號裡面 最強的也只有幾個mV而已啊 原因在於你今天量測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在動作電位裡面 你量測的是細胞膜內相對於膜外的一個相對電位 但是請問一下你今天的這一個 在這些實驗裡面 我們今天所看到這幾個實驗 你的量測電極是擺在細胞膜裡面的嗎 好像不是耶 我們說我們今天使用的絕大部分 都是在體表的這些皮膚變級嘛對不對 所以你是擺在皮膚上面的 擺在皮膚上面的意思是什麼 第一件事情 你不是去針對某一個單一的神經細胞 或肌肉細胞去做量測 只要在它附近的地方你通通都量得到 所以量到的是一個綜合的行為 而不是單一細胞的行為 第二個 從你那個神經細胞或者是肌肉細胞也好 到你的量測電極之間 其實還有層層阻隔耶 還有一些斜地組織 還有一些皮下脂肪 還有一些表皮 這些東西呢 都不是超級 應該說它們都是導體 但是都不是超級好的導體 換句話說它可能會阻絕變性的傳導 所以當然你不會量到跟 在實驗裡面量到那麼大的電位改變 這很正常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 我們在人體表面量這些電位的時候 大概五個mV大概是極限的 心電圖才有五個mV 其他的可沒有那麼高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很高興剛剛有同學 這個問題 好 所以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其實我們開始可以注意 我們開始可以把我們的focus 轉向我們的第二個topic 也就是EMG Electromyogram 我們剛剛講的是神經電位圖嘛 但是其實我們常常 你會發現我們在想要量測神經的時候 已經開始跑到跟肌肉有關係的部分了嘛 對不對 因為肌肉比較好量測 喔 有一個東西我忘記講了 我們剛剛從這個圖裡面 還有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它給了我們橫走 OK 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說我們知道的參考的時間是多少 對不對 我們說一個神經的反射動作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大概是在40到50個mS就結束了 這個東西還可以讓你知道一件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你甚至可以去推估神經傳導的速度 怎麼說 從刺激到這個reflex 你是不是可以知道它大概走得多遠 大約就好了 我們不用非常的精密 從這邊的地方走上來再走下去 你大概知道多久了 對不對 這邊呢時間差你也知道啊 一除神經傳導速度是不是出來了 那這個比較複雜一點點 因為這個還牽涉到了兩個不同的神經源 所以神經源和神經源之間的傳遞 其實不單純是神經內部的傳遞而已 細胞內部的傳遞而已 所以這個可能會是一個更好的example 因為它單獨我們就看同一個神經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呢你看 這個地方是手腕刺激 sorry 手腕接收到的訊號 這個地方是手肘接收到的訊號 這兩個地方 30公分差不多吧 兩個訊號的時間差呢 我用 roughly 三個minisecond差不多吧 所以請問一下我們神經傳導的速度多快 其實我應該一開始先問各位 你們覺得神經傳導的速度多快 三個minisecond跑30公分 OK 所以大概喔 大概是一個minisecond可以跑10公分 或者是100個minisecond mmiter sorry 我把分子和分母都變成一個是mmiter 一個是minisecond 所以m可以同時消掉 roughly每秒跑100公尺 我應該沒有算錯吧 一秒跑100公尺 一秒跑100公尺是什麼意思 好像沒什麼感覺喔 只知道很快 來我們來舉一些例子喔 比如說高鐵大概都做過吧 高鐵最快是多快 高鐵算是陸地上可以跑得最快的交通工具了嘛 對不對 我們說它的時速大概 peak大概是300km per hour 300公里 每小時300公里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齁 一小時60分鐘 每分鐘60秒 所以它除以3600 我自己算過了啦 所以我偷懶直接告訴各位答案 roughly大概是80幾 每秒80幾公尺 我們剛剛是每秒100公尺 也就是說你的神經其實很厲害 神經訊息其實是跑得比高鐵還要再快一點 更不要說 棒球投手最快可以投到多少 100萬也了不起吧 時速150公里 大概是高鐵的速度我一半而已 所以它又比那個再更快 所以你的神經是跑得很快的喔 但是請注意一件事情 是每一條神經都跑那麼快 有軸圖的才有辦法跑那麼快 有隨翹的才能夠跑那麼快 我們之前有提到 在籌圖上面很多地方會有隨翹 因為它會加速你傳導的速度 如果今天你的神經是沒有隨翹的狀況的話 它的傳導速度大概會降個幾十倍 會掉到大概每秒1公尺到10公尺這個range 所以會差很多齁 好一些小小的一些概念而已 可以讓各位知道一下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肌肉的收縮所產生的電性的變化 所以他們其實都是電位的變化 差別只是在於意義有一點不太一樣 然後發生的細胞有點不太一樣 剛剛的神經電位圖裡面呢 它發生的位置場景是我們的神經 現在變成是肌肉 然後呢這個地方所代表的 剛剛代表的是神經傳導訊息嘛對不對 現在代表的則是肌肉的收縮 那動作電位對我們的肌肉收縮所造成的影響是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確保當它的運動神經 把一個action potential傳過來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這些肌肉纖維呢 會接收到一樣的訊號 然後同時做收縮的作用 同時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力量可以集中 如果大家都有時間差的話 你一下出力我一下出力 那其實力量不是很強嘛對不對 但是一起出力的話 你就可以同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產生一個比較大的輸出 OK 這樣可以讓你去控制這個力量的一個使用 那它的運作的概念呢 其實跟我們前面的那個神經細胞所講的 其實不會差太多 它其實都是一些那個 離子通透的一些改變 所以一樣也是納甲離子的通透性 在收縮過程的變化 造成電位的一個變化 多想一點點喔 我們一般來講看到的肌肉 OK或者是說各位男同學很喜歡鍛鍊的二頭肌啊 三頭肌這些東西 這一整塊 俗稱的這一整塊肌肉呢 它其實是有很多的肌素 所構成的 素的話是那個花素的素 那每一個肌素呢 其實又是有很多的肌纖維細胞所構成的 它都是一些長條狀的纖維細胞 那這個纖維細胞裡面呢 它其實會有一些 有兩種不一樣的纖維 一個是肌靈蛋白 一個是肌肉蛋白 然後你給它做一個電性的刺激的時候呢 它會去改變這兩種蛋白素的相對位置 它都是跟我們肌肉纖維是平行的 那你一旦去改變這個相對的位置 一般來講就是讓它減短 讓它相對位置縮短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個張力的作用 輸出力量 所以我們把這樣子的活動叫做twitch 你給它一個刺激 它就是產生一個 撐動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今天在觀察的積電圖呢 其實它代表的就是這些twitch所產生的次數 還有它的頻率 當你的力量輸出越大的時候呢 通常來講它代表的就是 有越多的這些肌纖維細胞在運作 或者是說呢 它運作的頻率越高 它都可以促進讓你輸出更強的力量 可是這個東西肌肉會疲乏嘛 就是你一直拉著一直拉著 拉個幾回到最後就沒力了 那就是因為我們在短時間之內 你也沒有辦法一直順利的重複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一來是因為有一些不反應期的關係 二來是因為你可能沒有足夠的ATP來供應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OK 好不管這個齁 但是我們今天想要看的是 一個我們想要介紹的是一個比較專有的名詞 叫做運動單元 因為這個是一個肌肉收縮的一個最小單位 你可不可以想說 我們剛剛不是說肌肉纖維細胞應該是肌肉收縮的最小單位嗎 為什麼現在又扯出了另外一個東西叫做運動單元呢 原因是這樣子 各位看一下這個結構圖 這個結構圖畫的是說 我們的運動神經多半從我們的脊髓出發 OK 然後它的軸圖會連接到我們 它所要控制的這個肌肉 這個就是我們的肌肉 這每一個小管這個就是我們的肌數 肌數裡面又有很多的肌纖維這樣子 所以這個每一條都是我們的肌纖維 那我們的運動細胞在連接我們的肌肉纖維的時候呢 它連接的方式通常不是一對一的 它通常是以一對多的方式來連接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我們畫了兩種不一樣的運動神經 我們分別在這個地方分別用兩種不一樣的顏色標示 一個是藍色一個是綠色 OK 它們會連接到跟不同的這些肌肉纖維呢連接在一起 就要說如果今天我刺激了藍色這個Motor Neuron 1號 它就會把這個動作電位傳遞到這一條和這一條的肌纖維上面 讓它產生收縮 那如果我傳遞到的是另外這一條的話呢 它就會讓另外三條肌肉纖維收縮 所以對於電位的變化來講的話 它的最小單位是由一個單一的運動神經元和它們 它所相對的數個肌肉纖維所組成的 一個運動單元一個最小的單位呢 是由單一的運動細胞 運動神經和它所對應的數個肌肉纖維細胞 所組成的 這才是它的最小運動單位 因為只要你給它一個刺激 這些纖維會一起收縮 那一般來說呢 一個運動神經元呢 它可以跟幾個 甚至幾十個 或甚至最高的狀況的話 是數千個肌肉纖維細胞做連結 數目越多的力絲呢 通常代表的是你看 你就是等於一次送一個訊號進去 扯動越多的肌肉嘛對不對 越多部分的肌肉 越多的這個肌纖維細胞 所以你輸出的力量會越強還是弱還是大還是小還是快還是慢 數量越多的話 你的力量輸出通常就會越大 OK沒有錯 所以像這樣子的運動單元呢 運動單元的多半都是存在你身體裡面比較大塊的肌肉 需要輸出力量比較大的肌肉 比如說什麼呢 大腿的肌肉 小腿的肌肉 四肢這些二頭肌三頭肌這些肌肉 那有些地方呢 它跟比較少的肌纖維樹木做連結 它的輸出的力量可能就沒有那麼強 單一一次刺激它所輸出的力量沒有那麼強 但是它通常多半會去處理比較細微的動作 為什麼呢 因為等於它的每一個單位比較小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去控制的這個力量的大小或是方向或是什麼 這些動作可以更細緻 例如說眼部的肌肉 眼睛其實周邊有很多小的肌肉 它會很精準的去控制你眼球的轉向等等的對不對 這個轉差一點點 你的那個焦距差一點點會差很多嘛對不對 所以它需要比較精細的控制 這個時候每一個運動單元裡面所包含的肌纖維的個數就會少比較多 OK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morture unit 所以當我們的今天的衝動 就是我們今天想要 我們中樞神經想要傳遞一個訊息 讓肌肉收縮的時候它的過程其實是 傳遞一個action potential 透過我們運動神經元去支配它的下端的這些肌纖維 OK讓它去產生twitch 我們剛剛說的抽動 OK 那這個神經衝動傳過去 其實就是一些電位的改變嘛對不對 那電位的改變其實就會讓離子通道的通透性 產生一些變化 那一樣的會讓離子的在包內外的分布濃度產生一些改變 OK 所以它會產生一些電位的變化 如果各位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在上禮拜舉例 細胞的動作電位的時候 我們又舉一個例子是骨骼肌的細胞 對不對 它的波形其實跟神經細胞的波形不會差太多 然後它的寬度會稍微長一點點 它的運作的時間會稍微長一點點 因為它們的使命已經不一樣了 神經細胞它的目的就是要傳訊息 但是以肌肉細胞來講 它的工作的目標是要收縮 OK 那這個東西一樣也叫做動作電位 我們量測到的肌肉細胞 肌電細胞代表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剛剛有稍微提示過了一下 我們很少會去根據單一的肌纖維細胞 或是單一的運動單元來去量測電性的變化 因為其實這也不太符合知覺啦 就是說因為我們通常想要看到的是整個肌肉的運動 整塊肌肉的運動 而不是只有單一細胞的運動而已 OK 所以我們今天量測的呢 通常是數個運動單元 或是數個積數的一個表現 那以最常使用的量測方法 就一樣也是體表的這個電極 OK 所以只要它下方的這些肌肉 在運作的時候 在收縮的時候 你都可以量測到電位的變化 那甚至你今天量測到電位的變化呢 跟這些收縮的肌肉 它的位置、深度 也都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才說 每個地方所量到的可能都會不太一樣 我們量到的其實是一個summation 一個總和的一個概念 那這邊給各位同學看一些response 初步看到這個結果的時候 其實一般來講我們的肌電圖呢 對絕大部分的人來說 看起來都很像雜訊 因為都有一點點雜亂無章 但是細部來講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以這個實驗來講的話呢 一樣有四個曲線 它分別代表就是 當你的濕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所記錄下來的濕電訊號 是怎麼樣子的 那一樣呢 你可以看到A這個圖呢 是濕力最小的時候 濕力最小的時候呢 代表的就是我今天神經訊息傳遞去的時候 它只會叫幾個幾條 那個Motor Unit去動作就好 因為我現在不需要很大的力氣嘛 那這個會比較更 跟嚴謹來說呢 其實我們肌肉裡面 也有分成 根據它反應的速度 和輸出的力量 也會有不同心態的肌肉 不過那個 有點太生理了 就是我沒有那麼厲害 可以講那麼清楚 所以大概大家只要知道 我們今天叫到的 你今天所想要出的力 比較少的時候 你今天叫到的肌肉 其實數量是會比較少的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你的濕電圖裡面 有時候會有單獨的這些peak OK 這些每一個單獨的peak 其實都代表著一個SMU 被啟動 產生twitch的一個結果 OK 隨著你的力量增強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些 這些spike 或是這些 像尖尖的這些訊號 會越來越密集 因為你可能會叫 開始叫更多的肌肉進來 因為你想要輸出一個 比較強的力量 再來呢 當你想要輸出的力量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除了更密集以外 政府好像變強了 變大了 政府變大 有可能是因為 在同一個時間之內 它叫出的SMU很多 所以它的訊號 疊合在一起 產生出了一個 比較強的訊號 然後一直到最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真的就越來越密集 不但越來越密集 這個政府也有增強的趨勢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當你想要輸出更大的力量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做的事情有兩件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action potential 傳遞給更多的SMU 也就是透過更多的運動細胞 運動神經細胞 去請這個運動單元 做收縮的這樣的動作 此外呢 我們也會增加 它反覆收縮的這樣子的頻率 通常來講 頻率越高的時候 代表你的力量會越強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這個最高的收縮頻率 其實會隨著時間 會隨著你運作的時間 會有一點點改變 你的interval會越拉越長 下面我們有給各位一些 比較基本的資料 包含就是每一個action potential的收縮 每一組SMU的收縮 它的長度大約在幾個ms到幾十個ms 這跟cell type也會有關係 然後呢 它的正幅呢 大概是在二十到兩百個microvolts 這麼多 ok 然後呢 discharge rate 就是說它可以 在單位時間之內 可以反覆收縮的一個次數 它也是一樣有一個range 那這個數字會根據你今天肌肉纖維的種類 還有它今天在收縮的這個狀況 譬如說它是長期收縮下的結果 還是一開始的狀況呢 會有一些些不太一樣的一個數值 ok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這樣子的現象 那此外呢 我們剛剛說 我們在量測的時候 通常來講是表面的方式 但是其實也有一些是比較侵入式的方式 我們根據量測的位置 可以把它分成這兩類 那以第一類侵入式電極來講的話呢 顧名思義 它可能會有一些不太愉快的過程 你可能要把增狀的電極插到你的肌肉內部 所以通常會伴隨一些疼痛之類的 那它的目的呢 通常是因為既然你都已經進去了嘛 對不對 所以它就在你想要量測的地方的旁邊 反正你今天想要量哪裡 你就可以量哪裡 你可以對你的量測對象有比較好的專一性 或者是呢 你可以量到比較深的位置 因為表面電極的話 在表面嘛 顧名思義 所以越靠近表面的量越到 量的越清楚 可是越裡面的肌肉你越量不出來 OK 所以這是一些它的好處 那此外因為它沒有這個皮膚的干擾 也沒有皮下脂肪的阻隔 所以它量到的訊號通常都會好很多 我們全身 其實我們的身體裡面含有60%到70%的水 裡面又有很多的游離的這些離子 所以其實人體內部算是不錯的電解質液 導電性還算不錯 唯一的例外就是在我們的體表 你的皮膚是全身最乾燥的地方 那個地方的導電性最差 所以電阻的效應是最強的 皮下脂肪也一樣 因為皮下脂肪我們之前有講過 它其實是中性的分子 所以它其實比較沒有什麼導電的效應 它的電極也會 它的電阻 等效電阻或是阻抗也是比較高的 那你使用輕入式電極的時候 剛好免除了這兩個東西對你造成的干擾 所以訊號會比較好 但是它缺點也非常的顯而易見 你今天都要插進去了當然會痛嘛 會不舒服嘛 可能會伴隨了有一些感染產生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不是必要 通常我們不會想要做這件事情啦 沒有人想要 沒事就想要去挨一針或是挨這一下 所以絕大部分來說 我們使用的都還是這種表面的電極 那表面的電極通常會有一些凝膠 有一些黏著劑 它會幫你固定在你的皮膚的表面 像這個樣子 那好處當然就是很簡單啊 量色非常簡單 量完就撕下來就丟掉了對不對 那個電極通常我們也不會重複使用 但是它有一些限制 包含的就是說 越靠近皮膚表面的肌肉 量的越好 反之越深的你幾乎都量不到 而且很容易受到其他的肌肉的干擾 OK 因為它就擋在中間嘛 那些肌肉收縮的時候 你就會被影響到啦 那 所以呢 這個好壞就是 我們會根據今天想要量測的目的 而去選擇使用的一個方式 那體表的這個電極 除了傳統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黏貼式的這種方式以外 那其實也有一些是屬於金屬的方式 金屬電極的方式 那金屬電極那就更方便啦 因為它根本不用黏嘛 OK 那上面的話 甚至還有人可以做很多的電極的這個偵測電 它變成是一個矩陣陣列的一個形式 這都是可以的 只不過它當然也有它的代價 包含就是說 你使用金屬電極的時候 它的導電性可能不是那麼的好 這一點我們在之後講到那個Sensor的時候 講到電極的構造的時候 可能會有比較多的琢磨 那在這個研究裡面呢 這是2003年發表的一個研究成果 它其實就是使用像這樣子的一個電極 這個電極呢是126個Channel 也就是上面的排列 Roughly接近11乘以11 接近這樣子的一個Scale 所以它可以量測不同的位置的一個電訊號 OK也有人這樣子做的 所以它可以去量測一個範圍裡面 一個空間的範圍分佈裡面呢 它一個所有的點的一個電性改變 這是它的一個秀出來的一個量測結果圖 一開始看到這個圖啊 一則一洗一則以憂啊 洗的是就是好像很乾淨 就是訊號還蠻明顯的 很明顯這邊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收縮產生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你看到的是什麼呢 怎麼大家好好像都長得一樣啊 這樣子我量一次就好了 我幹嘛要量那麼多個 OK 量那麼多個好處在什麼地方 你今天被激發我也被激發 你被激發我也被激發 那我幹嘛還要去量別的地方 OK 沒有錯喔 的確在不同通道之內的差異並不大 但是其實你可以發現還是有差異的 怎麼說呢 這個地方的參考時間都是一樣的 但是你會發現這一個動作電位 以第一個peak來看好了 動作電位的產生點 產生時間還是有一些些差異的 對不對 OK 這邊比較晚 再來早一點 早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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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roughly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會是比較早發生的 這代表是什麼意思 代表的是這幾個通道的電極 它比較靠近訊號發生處 比較靠近我今天真正的這個收縮所產生的位置 距離近的關係接收到的訊號當然會比較快啊 此外呢它還伴隨著另外一項現象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在上面的電極裡面是先上後下 然後這個地方正幅變得比較小 然後呢再來先下後上 它的polarity OK 有點改變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的是 別忘記了 我們現在指的是提表這個量測電極 我們量測到的其實是 肌肉收縮以後傳導到皮膚表面的這個感應的電位 OK 所以呢 電流的走向不一樣的時候 你量測到的電位改變方向也會有點不太一樣 你今天從上面傳下去跟從下面傳上來 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它會跟你的參考電極有很大的關係 那在這個地方很有可能發生的現象 就是說呢它在某一點產生收縮了 產生收縮就有電性電位的改變對不對 這個電位的改變會開始往四方傳遞出去 被你其他的電極量測到 那在這一個電極和這一個電極之間 可能剛好它就位於 旋律上處的兩側 所以他們的polarity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優點就出來了嘛 雖然他們長得差不多 但是還有不一樣 那這些不一樣 它就可以精準的告訴你 你今天的電位是發生在什麼地方 它的傳遞方向是怎麼樣子的 OK 它可以告訴你一些其他的資訊 推廣一下 我們剛剛說身體的所有動作 通常是有很多肌肉協調的結果 OK 所以 雖然 除了我們今天動作改變會影響到肌墊圖以外 其實不一樣的肌肉它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這些反應 所以我們今天改變我們的動作的時候 所有這些牽扯到的肌肉 還有它鬆縮的順序可能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今天是舉手還是放下 其實我整個手所使用的力氣的方式都可能不太一樣 我今天往右揮往左揮 手要怎麼動 其實這可能 我的手背裡面的肌肉它的運作都不太一樣 時間也都不太一樣 OK 所以如果我們在不同的肌肉上方 我們可以配置這些電極的話 我們可以藉由的肌墊圖去推測 今天你反應的動作是什麼 你發出的動作是什麼 這是有可能的 應該不是有可能而已 這已經被實現用在很多的一些訊號的處理上面 比如說 我們已經開始試著去量測眼睛周圍肌肉的電位圖 然後呢 它就可以去判斷說 你現在眼睛到底是轉的是哪一個方向 它可以幫助那些 比如說四肢有障礙的人士 他沒有辦法用手去操控你的鍵盤或滑鼠 但是他可以利用他的眼睛來去控制電腦的移動 那個游標的移動 怎麼做呢 你就是用看的嘛 OK 你的眼睛可能看到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的滑鼠的那個 那個mark就會跟到那個地方去 OK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這個 好像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一下像眼動滑鼠 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應該會有一些 相關的消息出來 這其實已經都已經有人在做的事情 OK 那當然就是說 一樣的 你如果說可以在我們的那個 手部的肌肉上面 接上很多的電擊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去 根據這些量測到的機電訊號 可以去判斷說你到底做的是什麼動作 那這個好像也不太陌生對不對 其實有 現在已經有很多類似的應用了 只是多半你現在看到的應用 比如說像Wii 或是像那些 就是 互動式的這些遊戲等等的 它其實多半利用的是 影像的分析來做 因為 為什麼影像分析會做的比 會不會比較 是現在的主流呢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在量測電信訊號的時候 通常你還是需要接觸 你還是要attach 可是如果今天你只要分析影像的話 你放一台camera就好了 對不對 或是說你今天是要分析 那個重力力量改變的話 你可以用一些無線模組在做 但是如果用電擊的話 其實難度會是比較高的 這一方面來講的話 也會造成這個量測上面的困擾 OK 講的有點多 我們還是繼續看你們好了 總之我們是 可以從這個機電圖來判斷 你今天做的動作是什麼 然後當你的通道速度越多的時候 你的判斷通常會越準確 因為你的information越多 你可以去探查出不同肌肉上面的 一個作用的差異 所以我們再延伸一下 今天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都是 我今天在接收肌肉收縮的時候 所產生的這個電訊號的改變嘛 對不對 那換另外一個方向來講 我只要能夠模擬產生這個電訊號 送到肌肉的話 它也會產生收縮的動作 我們剛剛都在做 Receiving的動作 Reception的動作 對不對 反過來如果我們今天做的是 Stimulation的動作呢 刺激它 當然也可以啊 你只要刺激的 給的這個訊號正確 大小正確 頻率正確 你的肌肉就會有收縮嘛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在很多的治療上面 都會診斷 都有應用到 它具有很多的這個 大範圍的這個臨床應用 比如說我們這邊舉一些例子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可以用這些電訊號去刺激一些 可能有些人因為意外的關係 或者是因為很嚴重的生病的關係 OK 它造成他肢體無法直接去控制 有可能是這個 這個行為癱瘓啦 簡單來講癱瘓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你肢體的行為 這個東西有可能是短暫的 有可能是長期的 OK 短暫的比如說 今天可能它發生了急性的中風 OK 中風各位或許知道 中風基本上就是你的腦部的血管 產生了阻塞或者是破損的破裂的狀況 但他們的共同結果就是 下游的這些腦細胞 沒有辦法得到氧氣的供應 所以這個這樣子的狀況 只要維持數十分鐘 幾分鐘到數十分鐘 你的腦細胞就死掉了 腦細胞死掉的意思就是代表 它所對應的那些功能就沒了 OK 比如說某一個區域 你今天損害到的是負責 那個手的運動的區域 那你的手就舉不起來了 如果是損害到負責講話的這個肌肉的部分 你想講話你也講不起來 講不出來 因為你沒有辦法運動 OK 這就是會造成你的肌肉功能的一個喪失 那我們剛剛說這些喪失 有可能是暫時性的 暫時性的意思就是說 它可能之後會恢復 那為什麼會恢復呢 告訴各位另外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的神經細胞一旦死掉了以後 其實它是活不過來的 我們神經細胞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再生能力的 你長大應該說你的生長期結束了以後 其實你的這一輩子擁有的神經細胞大概就這些了 如果之後死掉就一直慢慢 decay 老化的過程當中也會伴隨著一些神經元的死亡 所以我們的神經細胞基本上就是一路往下掉這樣子 就你的青春期過了以後就是一路往下掉 那既然都已經死了 那怎麼有可能可以恢復你的功能呢 那是因為大腦其實蠻厲害的 大腦其實它是一個神經的網絡 它通常在控制一件事情 不是單一式的這樣子的一對一的對應而已 它其實是一對多的對應 所以它會開始重建這個運動的網絡 讓其他的運動神經元 讓其他的神經元來取代這些死掉神經元的一些功能 當然如果你死掉太多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完全恢復 它只能部分的彌補 但是如果你死掉的範圍並不多的話 它有可能可以恢復到原本的八成或九成這樣子的功能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在中風以後 其實復健還蠻重要的 講到復健 復健很重要大家都知道 可是問題我現在已經不能夠控制了 不是嗎 那地方的神經已經死掉了 我就是已經不能舉手 我就是已經不能講話 那我要怎麼樣復健 我要怎麼樣幫助我的神經系統 重建這個控制和回饋的這個回路呢 這個時候 電信 適當的電信刺激可能就可以幫得上一些忙 雖然我們自己的沒有辦法產生適當的電信號去 讓這些相對應的肌肉產生工作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做出這些東西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維持那個地方的肌肉的活性 甚至慢慢的幫助我們的神經系統重建這個功能 也就是說你今天雖然癱瘓躺在床上 但是藉由的這個刺激 你可以試著讓你的腳開始產生收縮 讓它有一些活動 那這個不但就是可能可以有機會去刺激你神經的重建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維持你肌肉的活動 因為你的肌肉在長時間不運動 慢慢的退化 它的力量會退化 不相信的話 你躺在你床上 不要下床一個禮拜你就知道了 你剛下床的時候一定很容易跌倒 當然我知道各位應該不會有這個機會啦 將來如果萬一不幸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你就可以試試看了 下床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因為你的肌肉大概沒有辦法馬上升級你的重量 OK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可以提供這個適當的電視機的話 至少可以維持你肌肉的活性 不管你今天是短期的上失功能 或長期的上失功能 至少你的肌肉不會萎縮的這麼快 我不是說不會萎縮喔 我是說不會萎縮的這麼快 OK 所以這個在復健上面 現在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式了 這一個領域我們普遍來講 我們把它叫做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功能性電視機 那現在訪先生其實也有很多那種什麼所謂 如果各位有運動傷害 或是之後有陪家人去復健的話 你就會發現 現在的 現在玩具還不少 就是那個復健診所裡面有的東西還不少 除了像一些什麼超音波的這個治療儀器 甚至還有一些所謂的低周波的電療 類似像這種東西 到時候你有興趣 你就可以看一下它到底在玩什麼東西 其實像這種都是提供你一些訊號 然後想辦法去維持你那個地方肌肉的活性 或者是那個血液循環系統上面的一些活性 促進它帶入更多的血液等等的 然後可以加速這個患處的一個恢復 通常都有一些些類似的功能這樣子 但是我們今天主要講的這個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比較著重在說我是會針對特定的肌肉去讓它產生收縮的動作這樣子 那這個在我們整個復健上面 可能可以扮演到一些不錯的一個角色 那此外呢 除了這些人以外呢 我們還會不免的會想到另外一群人就是 可能他受到了意外 或者是極度的一些嚴重的傷害 到必須要截肢這樣子的患者 OK 以往來講的話 我們今天如果失去了你的手或者是腳的話 你能做的事情還蠻有限的 你能做的事情就是 不管用木頭也好 或用塑膠材質也好 橡膠材質也好 做一個跟你原本手很像的東西再接上去 那這些東西通常來講 絕大部分都只有視覺上的效果而已 支撐的能力或是運動的能力都不是很好 不過一旦我們能夠了解這個肌肉的運作以後 其實狀況會開始有些改變 比如說我們知道說今天我們都是用肌電的訊號 來控制肌肉的收縮嘛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可以正確的感受到這些電信訊號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做出一些機具 比如說你的抑制你的手 他可以接收到你傳遞給他的肌電訊息的話 那他可以仿照這個肌肉收縮的狀況 模擬重複那些手部的動作 比如說抓取 比如說按這樣子的動作 他其實是有機會可以做出來 那的確在這幾年 這十幾二十年的發展 隨著我們在半導體技術上面的成長 其實的一些進步 其實已經開始有一些產品出來 比如說我們這邊舉幾個例子 等一下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影片給各位看一下 右邊這一個的話 其實是UTA ARM 他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機械結構 這個大概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你看起來好像比較簡陋一點點 這個是比較近代的產品 就是這一兩年的東西而已 他叫I-Limp 看起來已經像一個非常 很像真人的手了對不對 他的精確程度 甚至可以讓你用兩隻手指頭 夾起這顆球狀的物品 你可能覺得拿一個球有什麼了不起的 可是其實你的手真的很厲害 你要做這些動作是真的很厲害的 舉個例子來說 你覺得開門沒什麼了不起的對不對 可是我的小孩子一直到了三四歲的時候 他才知道怎麼樣開這個喇叭門 他的力量和他的協調線 才足夠讓他可以做這個動作 OK 所以在各位很小的時候 其實很多動作你是不會做的 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家老大現在目前五歲 他還不會綁鞋帶 那我知道的話 基本上你可能要到小一小二的時候 才會綁鞋帶 綁鞋帶很簡單吧對不對 但是他其實牽涉到非常複雜的活動 那等一下或許我們有機會可以看到 我們藉由這些醫師 我們甚至可以讓我們的醫師 正確地做出這些動作出來 OK 那一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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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